完成 喂 到家了吗 嗯 准备洗碗呢 怎么了 不开心啊 没有 可能是太开心了 所以 觉得有点不真实 那岳父岳母喜欢童童吗 当然喜欢 所以他们不怪你了 原来他们一直都是 嘴上说的怪我 其实心里 被我特别特别的牵挂 这些年 我做得真的不好 我任性又自私 让他们操了不少心呢 现在明白就好了 好在一家团聚了 对吧 对啊 所以以后 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 我这里的月亮很圆呢 是吗 我这边月亮也很圆 你还在香港啊 没有 那你回北京了 老婆 你有没有想我 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想还是不想 我想见你啊 好了我知道了 我想见你 现在 你能不能不要闹啊 现在怎么见啊 我在南京 什么 我在南京 你家楼下 这谁的车啊 这什么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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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个 你看 这什么车啊 真高气 哇塞 这什么车啊 谁的车 真高 哇 这么大个 这什么车啊 这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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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年轻啊 这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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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急了啊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这么傻呀 托托慢点 你怎么跑来了 托托啊 托托啊 慢点跑 慢点啊 爸爸 爸爸 他 我回头再跟你们解释 爸爸 彤彤 开不开心啊 妈妈呢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爸妈 伯父伯母你们好 我是李主谋 彤彤的爸爸 你就是那个 当年欺负了我女儿 让我们全家 分开了五年的 那个混蛋 爸 爸老头子 有话好好说 你给我记住 在我有生之年 你不要再想 踏进这个屋子半步 爸 你给我走 老头子你这是干什么 走 走 伯父 你慢点 你干什么呀 伯父 伯父 你说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伯父 妈 你看着她 伯父 你听我解释 童童 童童过来 童童不哭了啊 不哭不哭了啊 爸 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 是我考虑的不周全 我们没有跟您商量一下 就结婚了 不管怎么说 他是童童的爸爸呀 您就消消气吧 爸 消消气 你让我怎么消气 当年你不顾我的反对 离家出走 未婚生子 这五年 你没有踏进这屋子半步 你现在结了婚 才跟我们说呀 你心里还有没有你的父母 你还考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啊 爸 这么多年了 你知不知道 街坊邻居 都是怎么议论咱们家的 你想过没有 你妈妈想你 半夜偷偷地抹眼泪 可是你 还是那么没有骨气 转了半天 你还是找那个当初 抛起你们母子的男人结婚了 你 你气死我了你 政府啊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你看孩子还在这呢 妈 你们先回卧室 童童乖不哭了 爸 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真的错了 这些年我对不起你们 爸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爸 亏了你还知道我是你爸爸 你还知道是谁 含辛茹苦地把你养大成人的 童童是咱们家的血脉 我们认了 可是那个姓丽的 她当年伤害了你 破坏了咱们的家庭 我不会接受她的 爸 爸 你看你生生大气干什么呀 小童 小童 快快快 快起来起来 你跪着干什么呀 你起来 你把她耗面子 这么多年了 她内心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你总得让她发泄发泄吧 你快回屋去吧 童童刚才吓坏了 你去哄哄她 你爸爸那边啊 我去劝上她 好吧 我住在你家附近的一个酒店 今天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你突然回来 我爸他 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 是我太鲁莽 贸然登门 惊扰了他们两位 其实 其实我爸他也不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的 这么多年我都没回过家 他大多数的气都是跟我生的 这五年我缺失在你的生命中 我是有责任的 现在我突然出现 要他们两位老人家 相信我可以照顾好 保护好他们的女儿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会用我的行动 来证明 他们的女儿并没有选错人 我会爱你 也会像爱你 爱童童一样 爱我的岳父岳母 给我爸妈一点时间 我想他们会接受你的 我会的 要不 要不我去找你 现在太晚了 你先好好休息 你放心 在我没有说服岳父岳母之前 我不会离开的 周某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其实 其实 我很羡慕你 你的父亲很爱你 我知道的 好了 拜拜 拜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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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去处理